在大家的支持之下走到了這裡 我们两个过去都是媒体人 从来没有想过要从这 但是我们希望台湾可以有个改变的机会 我们希望认真做事的人能真的被看见 所以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媒体的专业 过去累积的一些知识 来到这个团队 我们的资源真的很少 人力也很少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的信念 就跟大家一样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说 在这个夜晚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票数 或许不如我们的预期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输 我相信 最近的每一场每一场的造势 不管是所有的小草们 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片草原 或者是柯文哲 乃至于我们的整个竞选团队 我们都让台湾人民看到了改变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我相信过去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 都开始懂得尊重 懂得尊重差异 懂得尊重多元 懂得包容 我觉得我们过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过去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好像只能讨论蓝绿 然后意识形态 还有陷入很多的对立跟仇恨 可是昨天我在凯道上头 看到很快乐 充满了希望 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些老人家 我们的壮士带 还有带着我们的孩子们 很开心地来参与这场嘉年华 那一刻我站在他们的身边 我觉得予有容颜 谢谢大家陪我们打了这一张 但我也要说 但我也要说 我们的票数 严重地被低估 我们不止如此 过去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想办法 希望能够真正地 促成政党轮替 柯文哲 他带着非常多的诚意 非常坚定的信念 去跟国民党谈了 在野的合作 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 一样的尊重 一样的善意 最后我们的票 一步地一步地被瓜分 我们在蓝绿媒体的夹击之下 有很多不实的民调 大家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民调呈现出来 但是在过去很多的 各种不同的操作之下 很多人 很多期待 在野党能够执政 能够真正实现 政党轮替的人 他们没有了信心 所以很多的票 或许就此被瓜分走了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柯文哲尽力了 他非常非常的努力 他希望能够带给大家 不一样的台湾 我们也经历了 我们希望能够带大家看到 一个改变的希望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 对于台湾的未来 是充满了前景 充满了太阳 改变不会停下来 改变已经发生了 就在我们面前的这片草原 未来它会进一步的蔓延 也希望大家 一直能够站在 柯文哲的身边 你们一直是他的灯塔 一直是我们的方向 当我们不知道 要往前走的时候 你们头上的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